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二 长得像地主了 这个当然 你想啊 你想不像地主 像地主干活的 不大想地主 所以说这个人呢 命贱呢 穿什么都没法救 不大想地主 知道吗 当年我跟那个鲁玉和 水浒里面的路人甲 路人甲能穿得起这个吗 就是武松打人的时候不小心给他一脚踹翻的那种 旁边喝茶的看客 元宵节在街上跟他脏了的 那个 所以说什么衣服 我一穿上也像个太监 那倒也不知道吗 不是 有些衣服你穿得非常好 比如说 有吗 想不起来 我唯一记得 DNG 你穿得非常好 我唯一记得你的评价就是说 每次看我在台上主持节目 徐老师总在嘟闹 说文涛穿这个西装好像不是自己的 他穿西装十次 我体型太好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腿长 我的上身短 所以大部分的西装如果不裁剪呢 都会显着上衣过长 显得我身长 腿短跟星星似的 你的意思 那些西装穿得好的人都是腿短 他们有缺陷 需要救场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 我们这么先进的这个分子过什么年呢 对吧 我穿上一身这个已经算很给面子了 很给面子了 太给了 对 咱们他们都在聊什么春节啊 这叫一大俗 这叫一大俗 我们怎么能这么俗气呢 对 我就觉得有点太熟悉了吧 对 我就觉得有点太熟悉了吧 对 所以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我跟你们讲讲大年初一的来历 你知道吗 不说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 你们两位保学之士未必明白吧 这个春节是谁批准的 袁世凯 偷看我稿了是吧 这谁都知道嘛 春夏秋冬四节 他只批了一个节嘛 对啊 好 行了 你这有稿的 行吧 拜托 这个还来考人 真是 没想到 继续下我们一条吧 好 那你知道 大年初一发生过什么事吗 哎 这个19 发生过很多事 我告诉你啊 这个这个鲁迅在1946年 呃 2月2号 啊 鲁迅已经死了 什么呢 对 我就没想1946年的鲁迅 什么概念 就是怎么样呢 还真吓一跳了 这你不说不知道 说了吓一跳 我在等他想 我以为说 我过来说了句话 看错行了 新年好啊 各位同胞 这还真吓一跳 先别聊鲁迅 上春晚了 1946年的大年初一 是二 二月二号 你知道这一年的春节 我刚才看错行了 说的是台胞 台湾光复后的首个春节 那天台北是什么 细雨方歇 天气阴沉 街头冷静 行人奚落 没有爆竹之声 什么场景 你知道吗 刚刚日本人 走了 然后呢 街头的日本侨民呢 都在拍卖 都在拍卖 拍卖他们的旧东西 站在摊旁 都摊这个顾客 台胞在压迫之下 那个时候他还没走 台胞在压迫之下 不许过节 在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政权交替 但是呢 这个文学家呢 守着围炉 这个救习 自己在家里围炉 1958年 徐老师 这是那时候你活着吗 不是 那时候你生下来的 是吧 鲁迅反而1946年也出来说话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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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编导最近不认真 愣没说鲁迅是几几年的除夕 但是就说在鲁迅日记里讲 有一年的除夕啊 他是 呃 吃的东西很少 邀请冯雪峰吃了顿晚饭 买了十几个炮仗 跟这个周海英他儿子到屋顶燃放之 周海英不是跟周海英 他儿子 不是跟周海英他儿子 然后鲁迅就哀鸣了 说 盖如此杜碎 不能得者以二年以 就是说这么可怜一春节 我已经两年没这么过 两年都没这么过了 也可怜啊 然后我就跟你讲 五八年 啊不是 六六年 1月21号 六六年 我生的前一年 六六年的大年初一年 那一年是春节是杨历最早的一年 在我们记忆当中好像是比较早 对 六七年呢 精彩了 六七年叫革命化春节 不放假 这是有史以来 就是不知道有史以来 就袁世凯以来 嗯 春节没有嫁的 就是1967年 叫 呃 为什么 就是搞革命 就一月革命 那个时候叫革命化春节 我跟你讲 1966年 你就能理解1967年 1966年啊 上岗上海一个工厂的前工 蔡某回家 春节回家探亲 给两个妹妹 一个堂兄 各带一部毛泽东选集假种本作为新春礼物 这是他历年带回家的春节礼物中最宝贵的一份 然后呢 蔡某 说的像个犯罪分子 蔡某今年违背老母之命 没有带迷信品 他老母亲带那个西伯 搞迷信的那个 没有带迷信品回乡 但他带回去的是科学道理 与亲友相聚时 蔡某准备谈谈 上海工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干劲 你看这就是66年的时候的春节 我跟你说这个很穿越 很穿越 很穿越 而且你看 因为是袁世凯定的这个大年初一啊 孙中山还闹过意见 孙中山1924年企图废除他 就是说这袁世凯下批准的这个春节 我们不过了 结果受到新老反对派的反对此事流产 就孙中山反对都没用 你知道啊 这个里面闻到啊 咱们说辛亥革命不是去年是 100 100年 很有意思 就你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象征 中和西是怎么办 因为几千年的历史 元旦说的都是这一天 大年初一这一天 对吗 好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 有了一个问题 这个孙中山咱们就是革命党的说 咱们按照自己的立法 但是这个立法也是个中西结合 就是说我按照公立 不过我用民国几年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所谓民国 民国多少多少年 那么民国多少多少年 这个事就难办了 也叫元旦 1月1号才是元旦 怎么俩旦呢 对吧 你选哪个旦呢 对吧 所以呢 当时就说 袁世凯把这个节 那个就成文成报上去 说我们春夏秋冬春节 还有夏节 夏节是端午 对 秋节是中秋 中秋 冬节是冬至 冬至 对吧 今天香港都保持的很好 这几个真的都是过节的 没错 但是当年元世凯没批那三个节 为什么 夏秋冬三个节 认为汉人色彩太浓 对 那个时候讲五族共和 对 所以他只批准了一个春节 但是这下终于解决了个语言学上的问题 嗯 有了一个新名字 嗯 这一天叫春节 是 这不就解决了吗 元旦按照国际 跟国际接轨 那元旦就还是1月1号是元旦 但是呢 我们中国这旦呢 有了一好名叫春节 所以你看中西 并存 可是你看几个东亚国家很有意思啊 就当时 呃 日本的做当时中国其实我们有不少人提倡啊 是跟日本那种做法 日本的做法 日本原来过农历年的也是 跟我们一样 嗯 他们那个春节敲钟啊什么 都是在按照农历来办 嗯 但是他是明治维新之后 他们不是要西化吗 全班西化 脱亚入欧 对 就废掉了这个农历过年 对 把所有的节日靠过去 就 习俗跟完 原来完全一样 就日本人过新年啊 那个习俗跟过去一千多年还一样 但是放到就放到一月一日元旦去 但韩国不这么办 韩国 就韩国还是过春节 还是按照我们这种做法 你知道所以现在你说红包啊 对 这几天韩国人也是 他们都抢着去银行换这个新钞票 他们也封红包 啊 他们跟我们还是一样 就还是用原来这个办法 对 而我们呢公司开会 我们去请了日本的苍景空 空姐来 我们公司开会 不是我们公司想的美 我们公司拿请的来啊 人家那个有一个大陆著名的公司 前几天不是成了话题吗 请空姐参加公司的这个年会 然后在舞台上嘛 公司的高层管理层 逐一跟那个空姐拥抱 拥抱 这真是一封一书 以前啊春节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驱魔 贴对联啊 都是要赶掉一些魔鬼 女人呢是一个猛兽 过年守岁就是要提防他来 嗯 现在是隐空入室啊 你不能说是猛兽 我没说到猛兽 我说空啊 隐空入室啊 你这个就像 叫咱们老辈怎么过啊 这个本来是祭祖的时间 对对对 那就是你说的就跟他们 有些个道学家说的一样 说这事反映了咱们 这道德彻底 没没没没就回事 这一封一鼠 一封一鼠 而且我还想到过去 不是有一些说法 老老老和尚跟那个小和尚说 看见那个美女 嘴说这就是猛兽啊 这就是魔鬼啊 然后小和尚说 我就喜欢魔鬼 那个魔鬼什么事来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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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 你看见 我看见 咱们既然说了空姐了 空姐也为中国春节祝幸 对吗 我们可以看看 空姐现在挣中国人的钱了 你看这是开微博了 开微博了 很火 在日本当年 绰号是童言俱辱 童言俱辱苍景宫 到中国现在走的是清纯范 你看现在 下面 这是苍景宫的前男友 中国网友都给扒出来了 而且他们还吃醋 说他们是美女与野兽 就是实际是好像日本的一个喜剧 喜剧演员 最近那个你听说了吗 宾奇布跟那个老公 我发现日本女優 我离婚了 这个思维 闪婚闪离 对这个思维你都弄不清 他怎么想 为什么 他不是曾景宫 宾奇布 宾奇布说 布姐 布姐说我离婚了 因为呢 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 我觉得 我不能离开日本 说我心里天天想的 都是日本 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啊 去美国了 对吗 在在在美国过日子 然后他就一想 他说我这个心呢 不能离开我的日本 所以呢 我们夫妻俩 没法过了 就离 挺好意思 听不懂 这日本的事 咱们弄 但是我跟你说 是个空姐的事 他们其实也很惨 就我觉得 苍景空来中国 这个倒是一个 我觉得是以AV界的 这种女優来讲啊 不容易 算是一个很 很厉害的出路 你要知道 这个苍景空 他们要不 为什么中国有些社会学家 还在这批驳呢 这几天 就因为这个照片 传出来 说公司高层拥抱 他们就说 道德败坏 怎么怎么着之类的 可是实际上 你要知道 苍景空这个AV女優 那在日本 可是个体力老 重体力活 那挣的是辛苦钱的 而且挣的不多 不是什么大明星 他们挣的并不多 一种特别的 这个转异关系 他到了中国 对 他就一下换了 因为你要知道 他们那一行啊 很残酷的 他们一般入行的时候 是刚满18岁左右 去入行 然后做到234岁 24岁 5岁就很老了 对 在那一行里面 就很老了 一般就得退了 那你那时候 如果老而不退 那么接下来的结局 就很悲惨 比如说拍的片子 一开始 他入行拍的 都是清纯可爱型的 拍到后面的 那25 6岁 你还在拍的话 就拍的都 基本上是百人大混战 那种场面 就是能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到了那个地步 你再退下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有些人就真的 身心俱费 身心俱费 比如说有的去夜准会上班了 有的去跳脱衣舞了 怎么样 然后常常见的呢 就是改名换姓 改名换姓 到了另一个地方 比如说从头再来 做一个普通的小生意 小买卖什么 就给你一点钱嘛 钱其实还不多 然后有的呢 就想转了转型 他们叫做艺人界嘛 日本对不对 所以做电视电影 就入正行娱乐圈了 但是入这行呢 也很不容易 就你一入行 你说我以前演戏很好 我现在还来演戏 通常给你的 都是一些二三流的角色 那这么多年 唯一比较成功转型的 就其实只有泛倒爱 但是到了最后 你看他要自杀了 所以 所以是很很 他们那行是很苦 很 我听你们在春节期间 讲这个布节空节 布节不是这个 千万别搞瘦 千万 他们还有一点不同 但是我还是有穿越感 因为这个初一 本来是给祖宗磕头的日子 我基本上看到过三种春节 这个短短一生 以前初一这一天 那是非常郑重其事 要到家里跟老人 真是磕头的 真是磕头的 后来一个阶段 就是泛政治化的时代 一直到今天 这一天 每一家的人家里边 都上演一个国家大剧 对不对 在电视里边 要同情工人 要关心文明 对不对 要接送军人 要讽刺知识分子 要 总之你在这一天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可以在这一天 讨论AV界 这个是跟过年有关的 我跟你讲 我年轻的时候看很多日本AV 我曾经看过一个AV 她的故事讲的就是过年 讲日本人过年 这个女主角呢 长得很漂亮 跟这个男主角过年 哎呀 回家拜年 肉搏过年吗 回家拜年 你听我说 这个是日本AV 其中一个最爱的话题 回去拜年 然后给公母婆婆拜年 然后呢 这个新生娶来的媳妇 在厨房帮忙做东西 是吧 然后这个公公 就从后面开始 还心骚了 然后最后呢 就变成一个SM的一个场面 那样的 而且全家爷爷奶奶 公公婆婆媳妇乱搞一桶 是吧 那这我就不记得 那是中学看 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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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您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 像这样子 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让生命完整 康平盛世 宏记众生 康宏药业 今天的拥有 懂得珍惜 明天的美好 值得向往 好日子 优越之上 品生活 深圳好日子 好日子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 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 优越之上 品生活 各位新年好 这里是时事快报 今天是大年初一 也从大年初一开始 北京天坛的皇家祭天仪式 吸引了很多的市民跟游客 大家除了在大年初一来 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之外 同样也在这里为楼年祈福 在北京天坛的 起年殿 皇帝走上祭台 在歌舞声中 向天敬酒 祈求国泰民安 上百名 乐舞声通过舞蹈 表达文质武功 天下太平 这是数百年来 皇帝在正月时 祭天的场景 在今年的龙年 大年初一 天坛重现了这一幕 据悉祭天仪式 从初一到初五 每天都会在天坛上演 而今天开始 北京各处充满了 各个地方特色的民俗庙会 也进入了高潮 龙年一开始 按照传统 有不少香港的市民 会来到大浦邻村的许愿树下 许愿祈福 虽然今年香港的春节天气 特别寒冷 但是市民还是一大早 就赶来许愿 希望新年一年经济好转 而商贩则预计 今年的生意 不仅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反而还会比去年更加好 大年初一 今天上午 马英九前往 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的住所拜年 马英九感谢连战 在大选期间 为他复选复出的辛劳 而连战也向马英九 表达了感谢与祝福 据悉马英九的过年行程 相当满当 年初二 他会前往苗栗 马家庄祭祖 而初三还会拜访 福光山开山宗长 心灵法师 另外 朝鲜中央通讯社 22号报导 领导人金正恩 召开了自己父亲 金正日逝世以来的 首次内阁会议 会议检讨了去年 国家经济计划的成果 并且也讨论了 新一年的经济工作 以落实朝鲜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 党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军委的决定 和联合要求 以及元旦联合社论 强调的先军精神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专家小组 23号到达日本 协助对核电厂的安全 进行全面评估 专家小组的 核装置安全主管 莱昂斯等专家 先在东京和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 官员进行会面 而莱昂斯表示说 会在这一次行动结束前 提供建议 并且会提交一份 公开的摘要报告 这本有商业周刊报导 包括索尼 松下 还有富士等集团 都正在寻求购买 曾经爆发会计丑闻的 奥林巴斯集团的主权 以支持奥林巴斯 重新站稳阵脚 结成联盟 有消息指 索尼目前的谈判 是希望通过 与奥林巴斯结盟 而转向医疗设备业 作为新出路 奥林巴斯发言人表示说 目前正在考虑 各项管理改革 但是现阶段 还没做出决定 以上是今天的时事快报 晚上9点钟 时事直通车 我们还会为您报道 台湾各地的庙宇 涌入了大批信众 抢投注箱 同时也有很多人 购买福袋 祈求龙年豪运 而香港举行 新春花车巡游 本台记者 稍后会从记者 为您发回最新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人们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以表达美好的祝愿 还有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 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日本有科学家预计 未来四年内 东京南部 有70%的几率 会发生 七级大地震 详细的新闻内容 敬请您留意 今天晚上的 时事之通秀 我们再会 好日子 好日子 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 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 优越之上 品生活 富贵鸟集团 恭祝全球华人 新年富贵吉祥 完全时尚手册 由贵州茅台 独家赞助播出 国酒茅台 酿造高品味的生活 徐老师 你刚才讲的两件事 我都可以给你来穿越 我给你先穿越一个 1970年大年初一 是2月6号 来自于冯继才 你们这作家 冯继才写的日记 大冯 他说 那一年过得不松心 临近年根 接到质保会 通知各家 年夜不准放爆竹 不准放炮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说是防止阶级敌人 乘机破坏 还说放炮 容易暴露城市目标 招致敌机来轰炸 因为69年 珍宝岛跟中苏关系紧张 那个时候真的以为要打仗了 地上都在挖洞 所以70年很紧张 所以管制烟火 挖洞 我爸的腿就残在 深挖洞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家跟毛主席 真是 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 我小时候照片 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 这是我的记号 然后呢 那一夜家家都还点灯 偶有三三两两 断断续续的爆竹声 他就断断续续 但是冯继才说 临近子武交替时分 忽然不知哪里 砰砰几声大响 震裂了寂寞 接着就有鞭炮 东西南北远近横斜 随之响起 宛如急雷咒语 铺天盖地 你这什么情况 民众伪劲了 那么他就说 这放肆的轰鸣 这质拗的民意 这发自人民心底 最真实的呼喊 用古老的驱邪方式 表达他们鲜明的好恶 这当然是作家的演绎 然后 我再给你来传阅 你讲这个春晚 1983年2月13号 大年初一 这是什么呢 春节连环晚会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们都看过 晚会导演是黄一鹤 晚会上表演 一个雅剧小品 你记得吗 吃鸡 就那 又瘦 又大腮帮的演员 叫王景瑜 王景瑜的保留节目 表演吃鸡 这个吃鸡啊 是一个老节目 文革当中批判 这个吃鸡 是一只 煮不烂 做不熟 咬不动的鸡 讽刺社会主义的鸡 因此王景瑜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敢在晚会上上这个鸡 上这个鸡 最后就表明当年 从这个春晚开放了 可以吃鸡了 就是他不是 他可以表演吃鸡了 然后北京晚报对李古一唱的一首 叫相恋 展开讨论 晚会导演打算 如果有超过60% 就展开讨论 如果包括60%支持的话 他就准备跟现场领导商量 是否播出 最后是这么播出的 你在那个年代很有趣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央视啊 当然我在台湾 但我后来看很多人的回忆啊 或者什么 那个年代的央视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 红舌主流报章啊 在那个时候 其实跟现在有点不一样 那个年代央视 反而有很多很大胆的 就大家会看 央视走了一步什么 大家觉得他开放了 就央视反而往往给人的感觉是 带着大家往前走的 他是有很多很突破的东西 他做的节目 春晚上每次的亮点 就是小平 讽刺官僚主义 对 每一次都是 后来越来越退步 在这一点上 他的灯光 舞美 演员的这个 这个名声 各方面是与时俱进 越来越怎么叫 什么什么视听盛宴 越来越 但是在这一点上 在契合明星鼓掌上 基本上就靠赵本山的几个 你看他的封王也 越来越在减少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到了 就是前两年 你记不记得那个流出来的 那个彩排片 就湖南雪灾那一年 大前年 南方雪灾 他说南方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基本上违背到这个程度了 已经到了 但是我跟你说 他这个东西 央视的这个温暖 我有深刻提问 我觉得他深深刻印在 中国人的情意中 情意结理 我们这有一个原来中央台的 我跟他讲 他不他觉得我在讽刺 我说我哪在讽刺 我说你心里见 我说我每次看新闻联播 我心里就是有一种踏实 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地球宣言